好,看完了生词段语之后,咱们来看看45课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一下第一段,请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看屏幕 他说,In man's early days,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reatures must have been critical 首先这个in man's early days,这是时间状语 这个day这里不是表示某一天,所以前面这词不加on而加in 这个day表示时期,他一般用复数days比较常见 前面那个man表示人类,是不合署名词 就在人类的早期,就大概在古代了,原始社会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语competition,主就主语了竞争 什么竞争呢?与其他生物的竞争 with other creatures,这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竞争 然后怎么样呢?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否则人类就被淘汰了 must have been critical,must have been,是对过去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肯定的推测语气 must,后面叫have them,就是不定时的完成时 这个这个这个形态动词的完成时,在这表示推测 用must语气比较强,是对过去的肯定推测 当初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边我们首先复习这个days,表示时期某一段时间 这个我们复习,咱们首先做一个大的复习,咱们以前讲过these days 就是当今,现如今,不是这些天,当今 然后在当初呢,在想当初就要in those days,这是咱们讲过的 但注意,当今,现如今,它不说in these days,没有那个in 但在当初却一定加in,in those days,这是咱们讲过的 咱们把它记住,别忘记,就好了 还有咱们复习,咱们第三课也讲过类似搭配 在第三课,17页的第二行 17页第二行 In the pioneering days,however,this was not the case at all 在这个登山运动刚刚创始的时期 这可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个in the pioneering days 跟我们本文中搭配特别类似,也是根据是in pioneering,就某个事情刚刚起步,创始的时候 那么还有呢,我们在第17课 也讲过跟本文中更相似的一个搭配 就是98页课文第一句话 98页课文的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 Enterprising settlers unwisely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rabbit 就是在向澳大利亚殖民过程的早期 那些雄心勃勃的那些殖民者呢 非常不明智的把这引进了欧洲的兔子 这个days表示时期 那么也是跟in,in the early days是早期嘛 这就好了,非常好记 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days表示时期 可以把它同时记录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 那么在人类的早期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reatures 就是与其他生物的这个竞争怎么样呢 Mustle bin是一个推测语气 怎么样,critical,critical至关重要的 咱们回顾一下,这个在33课讲过 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 critical在这里不发现批评的 这个评价的,是多一次 这表示very important,重大的关键性 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 比如说做定语 practice is a practical factor in learning English 在学英语的过程中 那么练习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至关重要的重要因素 这是做定语 那做表语也行啊 你看 financial support is critical to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发展来说怎么样呢 那么财政上的金融上的支持 是至关重要的 critical叫关键性的,至关重要的 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 说这个人类早期啊 跟其他生物的竞争 肯定在当初非常重要 那是早期 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咱们看第二句话 but this phase of our development is now finished 但是我们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呢 已经结束了 人类现在已经高科技了 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原始社会已经过去了 这个phase可以表示 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 然后of our development 这是后制定语修饰phase 我们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phase表示 某个发展变化中的一个阶段 一个时期 这个在35课见过 咱们做个小复习 好 下面咱们就看一看 咱们曾经讲过的这个phase 表示时期阶段的这个例句 就是在35课 咱们打开教材 在207页的第11行 207页的第11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Arthur C. Clarke once suggested a revolutionary idea passes through three's phases 他说Arthur C. Clarke 这个人 就是那位科幻小说的作家 大家还记得吗 戴眼镜 长得像外星人那个 他提出 一个革命性的观念 要经历三个阶段 三个步骤 这个phase 表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某一段时期 某一个阶段 那他这句话说 人类 我们发展的这个阶段 已经结束了 已经完了 他第三句话 对第二句话 加强了一下强调 他说的确事实 就是这样的 咱们来看第三句话 看屏幕 他说 Indeed we lack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nowadays in dealing with primitive conditions 这个Indeed 就是对上一句话的强调和支持 说的确事实上 就是这样的 我们缺乏实践和缺乏经验 Nowadays 是时间状态 当代我们是这样的 后面 in到巨末 这个代下号线的部分 是一个 这个 这个借次端语做状语 在什么方面呢 就在处理 应对原始状态 原始环境 这方面 缺乏实践和经验 这对上一句话的补充说明 和进一步的强调 这里面有一些词 咱们看一看 首先看看这个Indeed 咱们在作文中怎么用 Indeed放在巨手 表示这个意思 Used 被用来引出一个补充性的这么一个说法 就补充说明前面一句话 它是用来强调或支持你刚刚说过的东西 咱们一般类似于中文中是事实上 事实上 本文中就是事实上 我们缺乏什么什么经验 还是说明说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吗 已经完了吗 没有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进一步强调一下 比如说 I didn't mind at all Indeed I was pleased 我一点也不介意 事实上我还很高兴呢 你看对上一句话强调 并进一步这个来支撑 这是补充说明的 再没有说 It would be difficult Indeed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这个东西将会是很困难的 事实上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上一句话的强调 和这个可以看作补充说明 是这么一个 本文中就这样 事实上 我们在处理原始环境方面 在当今缺乏实践和经验 那么后面他举了个例子 你比方说吧 怎么证明缺乏实践经验呢 咱们看后面第四句话 看屏幕 I am sure that without modern weapons I would make a very poor show of disputing the ownership of a kid with a bear and in this I do not think that I stand alone 句的整个是一个 由and连接的两个并列句 中间and连接 前后两个句的并列关系 在第一个并列句里面 这个主句是 I am sure 我是肯定的 对什么肯定呢 that从句 一直到这个and之前 这个黄颜色 这一大驼子 还是咱们以前说的 当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 补充说明前面这个数 对什么肯定呢 对这个肯定 他说 without modern weapons 这次当于做壮语 在这说 如果没有当代的武器的话 这其实是个假设的情况 我们现在有当代武器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样呢 I would make a very poor show 我将会现眼的 出洋相的 这个would在这是虚拟性 为什么呢 因为without相当于一个if从句 这个后面呢 就相当于虚拟虚拟的主句 这与现在情况的相反的一个假设 就是现在如果没有当代武器的话 那么这without相当于的那个if从句里面 应该用一般固定是 必动次用wore 主句中呢 是不是应该是wore should could not 加动作爱情 这without相当于if从句的一个虚拟 咱们早就讲过 一会会复习 make a very poor show 叫现眼 就出洋相 出什么洋相 这个后面这个 协体字off开始到bear结束 是后制定于修饰这个show吗 什么呢 就是跟 这个 某一个熊 跟熊一块来争夺 这个煽动的 拥有权的时候 我会出洋相的 without bear 又是里面的一个状语 跟熊来争执 这个disput咱们讲了 可以表示争夺 捍卫 好了 第一句话结束 and 并且连辞 引出第二个句子来 那么 in this 在这方面怎么样呢 我并不认为 后面 that到句末 当然是并语从去做 think的并语 我并不认为 我呢 stand alone 表示孤立 就是我这个 这一点上 我认为我并不孤立 很多人 跟我有一样的看法 有几个打架 能打过熊的呢 对不对 说表示 在古代 原人社会跟熊政治 现在用不着了 现在也打不过它 这个stand alone 表示孤立 所谓这个习语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里面有一些表达 咱们专门看一看 首先 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without相当于 虚拟器 这个我们先复习 咱们看一看 43课 刚讲过不久 就是251页最下面 到252页 250页的最后 都翻过了252页 43课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东西的话 那么在搜寻其他行星上的智慧生物 就好像是 你看without相当于if从具 那主句中的用的是wood 用的wood嘛 是虚拟器 就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有的 跟事实相反的 就好像是呢 事实在 我在伦敦里边要找一个朋友 而没有事先约定的这个约会地点 并且荒谬的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并且希望一个偶然的邂逅 那很荒谬 would 就是without相当于虚拟器 跟事实相反 跟本宗是一样的 make a very poor soul 就是出阳相 或者翻译中文献眼了 丢人献眼了 它相当于make a fool of oneself 或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I made a fool of myself I made an exhibition of myself 就是某人出阳相了献眼了 这个搭配可以替换 就是出阳相 我恐怕会出阳相呢 跟什么呢 跟熊来争夺 煽动的所有权 出阳相 Beans that in this 在这一点上 I do not think that I stand alone Stand alone 表示这个孤立 什么叫stand alone呢 看英文解释 to be in a position or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other people 处于某一个处境 或者处于某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没有别人 只有你一个 就是孤立 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处境 或这么一个地方 就我一个人 就孤立 叫stand alone 你比如说 On this issue Britain stands alone against the US 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只有英国 在与美国对抗 反对美国 就是孤立嘛 只有它一个 没有其他人 叫stand alone 我们知道这个动词stand 是一个搭配能力 特别强的一个动词 它跟其他很多副词 借词能力搭配 都会构成一些固定的形语 咱们把常见的 可以做个简单总结 首先第一个 stand alone 叫孤立 只有一个人 或一个国家 在这个地方 或持有这个观点 我们再看另外几个 跟它类似的 stand构成的大飞 比如说 So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we'll win 只要我们团结 我们就能够胜利 就能够去胜 那么stand together 字面意思 站在一块 这里表示团结一致 叫团结 stand together 可以把它记住 还有像 don't stand there give me a hand 别在那袖手旁观 看热闹 帮不忙 give me a hand 就给我帮个忙的意思 stand there 就袖手旁观 看热闹 这个可以同时就stand 加一个副词 there 再比如说 he'll be standing down as CEO at the end of the year 他在这年的底啊 那么就会退位 不再当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了 作为首席官这个位置 从这儿退下来 stand down 字面意思走下来 才是隐退 会退位 一般都是一个大官僚 或者一个什么 五代的一个大臣 退位了 叫stand down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还有 she's going to stand trial for tax evasion tax evasion 在三册的27号 咱们讲过 叫偷税漏税 这个evasion是避过吗 避税吗 躲避吗 这个人stand trial 固定搭配叫受审 那么他这个马上 就要因为偷税漏税行为 而受到审判 stand trial 会顺便记住 who are willing to stand corrected 再也没有谁 比能够接受他人的执政 更为高大 更为高尚的人了 知错就改 善莫大言 就这么个意思 再也没有人 比这种人更高大了 就是接受他人执政 承认错 我错了 我改正 叫stand corrected 固定搭配 这个stand corrected 甚至我们在有部美剧 就是这个 Morgan Freeman 还有 医院清单的bucket list里面 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 短短的对话 咱们来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 咱们大概先听一听大意 看得出 tibetans call it shomaluma godish mother of the snows tibetan就是西藏人 我们知道tibet 如果把ans去掉 那是西藏 tibetan是西藏人 加s是复苏是复苏的 西藏人 管他叫珠穆朗玛 他的意思表示 这个godish mother of the snows 就是这个雪山呢 就是这个雪山呢 之这个这个圣母 女神之母 圣母 这个后来又来了一个女孩 来纠正她说吧 godish mother of the world actually 事实上应该是 世界之圣母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translation 就在这个传统的 西藏文的翻译里面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么tibetan在这 翻译成西藏的 或西藏文的 西藏语的也行 第二个老头听过 一会儿 然后老头就说了 I stand corrected 我知错就改 我承认我错了 我改正我的说法 把这片段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这回第二次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错就改 I stand corrected 以后别人在纠正你一个错误的时候 我们也告辞她 I stand corrected 我承认我错了 我接受您的指证 就这么意思 还有 There is no need to stand on ceremony Come in and relax 不需要太拘礼 太拘谨 进来进来进来放松 我们进来好好放松一下 别那么紧张 就这个意思 Stand on ceremony 表示拘于礼节 或者拘谨 而不是在什么某个仪式上站着 就是好像在举行仪式一样 我们要立正这么站着 就拘于礼节拘谨 不要太拘谨 进来进来进来放松一下 这个 is stand on ceremony 还有 If you want to go abroad We won't stand in your way 如果你打算出国的话呢 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阻拦你的 Stand in your way 站在你的路中央 挡住你不让过去 叫stand in your way 这几个 有关stand这个搭配 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好 再看下一句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e last creature to compete with man was the mosquito 他是最后一种 能够跟人类竞争的生物 其实就是蚊子了 To compete with man 后置的鱼 是修饰的creature 就是与人类竞争的生物 是什么呢 就是蚊子 Mosquito 是可数名词 但是可数名词 单数前面加个定乎的 可以表示一类事物 或者人 这表示蚊子是一个类别 The mosquito 这是可以的 单数加定乎的 就是类别 我们作者说 即便蚊子 也被我们制服的 七七八八了 他说 But even the mosquito has been subdued by attention to drainage and by chemical sprays 他说 甚至这个蚊子 也是用的 单数名词比较类别了 蚊子也已经被 我们人类征服了 Subdued 不制服 征服 打败吗 那by开始说 巨末当然是两个 并列的方式壮语 通过什么方式呢 通过关注排水系统 和用呢 通过我们化学的喷剂 那已经把蚊子 几乎都制服了 这个drainage 不可输名词 既可以表示排水 也可以表示排水系统 这里排水系统就好了 spray 就喷洒的东西 喷 喷剂 有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下面看一些细节 首先就是我们看看 这个drainage 它有两个意思 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输的 第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过的 叫排水 叫process by which water or liquid waste is drained from an area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通过什么过程呢 这个水或者是其他液体的垃圾废物 从一个地方能排走 就排水 就排水这个事 你像我们说 a drainage system 这个排水系统 像drainage facilities 叫排水设施 等等等等 有这个意思 那本文中呢 它本意就是排水系统 它的第二个意思表示 a system of drains 就是drain是下水道的意思 一个下水道 一个下水道 整个组成一个体系 就是咱们说的排水系统 它就类似于drainage system 但是它表示排水系统 是不可输名词 你比如说 the drainage of the city is not good some of the pipes are broken 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呢 不太好 现在有一些管道 已经破了 这么一个 冒号表示解释 本文中是排水系统 通过呢 关注排水系统 我们已经通过呢 我们这个化学 一些药物 一些喷剂来致敷蚊子 这个spray 做动词 这么喷 做名词呢 liquid which is forced out of special container in a stream of very small drops 解释特别清晰 这液体怎么样 被这个破屎啊 从一个特殊的容器 把它喷出来 就用一股水流 非常小的液体的水珠 把它喷出来 就是我们说喷雾 这喷雾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a new hair styling spray 有种比较新型的 定型的一种喷剂 就类似于咱们的摩斯了 扑扑扑能喷出来 头发定型了 让我们头发看得更时尚 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most farmers use pesticide sprays 大多数的农民都使用 这个沙虫剂喷雾 沙虫剂把它喷出来 这叫spray 这是第一段先介绍了 人类呢 古代跟其他动物 正面对抗是必须的 但现在呢 我们这个机会这阶段过去了 没有什么动物呢 打得过蚊子 打得过人了 即便是蚊子呢 也几乎是 第一段介绍了 大致的背景 好 第一段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这儿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